來到小信心講房產 我們今天 要去看 王老師的物件 現在就是 要多走多運動 不然齁 身體越來越差 哈哈 現在要去看什麼房子 德友建設蓋的 德友建設 德友在我們這邊蓋的房子好像都蠻不錯 對 他比較 他叫做日式職人的造屋 德友集 德友什麼公園 反正就是還不錯 德友巨蛋就是我們 東區當時 也算是創下高價的指標 對 因為當時我也有想要去看 可是聽到那個價錢我就直接忘之卻步 所以今天有一個很不錯的物件可以分享 對 東區 就是大家如果住在桃園都知道 火車站以中間 中軸線 中正路以東的這邊東區 其實它是屬於這種文教區 以前桃園的 桃園的大安區就在這邊 旁邊又有虎頭山 有三名運動公園 然後現在又有小派心 那邊又有巨蛋 桃園巨蛋又在這邊 又有桃園 以前叫桃園農公 但是現在呢是北科大 北科副公 就在我們東區這邊 所以它整個生活的環境也好 或者是它離市區火車站也好 非常的近 所以很適合 很適合自住客 那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就Let's go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個十字路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 這邊是巨蛋 桃園巨蛋 這邊就成功路往火車站商圈去了 然後這邊呢是 湖頭山 這邊是假日花市 很不錯的一個地方喔 那房子就在這邊了 去到現場再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現場 這邊有一個Seven 然後它正對面真的就是巨蛋 有沒有 走進來 它的客廳大門是在這裡 這邊是巨蛋 市政府的體育局 大門在這邊 黃老師要先去溝通一下 趕快去溝通 黃老師去溝通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果然是當時應該是高級的 從用料看得出來 地板呢 它的前排這裡全部都是花鋼石的 然後這邊是鋪這種壓力磚 現在很多高級的房子都會做這個 不是 柏油 然後一樓到應該是到五樓 三四樓的時候 一樓到三四樓全部用花鋼石的 上面 喔 看起來就很高級不覺得嗎 看一下 真的 溝通好 黃老師 可以拍嗎 不行公司不能拍 只能拍房子 那我們就直接到房子那邊去 再拍給大家看喔 走 所以一層兩戶耶 一層兩戶 所以是左邊右邊啊 隨便開對不對 六號跟十二號 看這一間 這太驚人了吧 這是怎樣 我看一下喔 這是怎樣 這個門 全部是電子鎖 少了一個指紋 但是全部是電子鎖 超扎實的 看一下這個 所以是 毛胚屋啊 空屋啦 毛胚屋什麼都沒有 但他沒有隔間耶 呃 你還沒看完 就這裡 所以這個是客廳喔 太扯了吧 所以你看這樣子 這邊可以做一個玄關 進來了以後 光這個玄關落成區 可以做超大到這邊 然後這邊特廳 放一個 一百吋兩百吋的投影機 都沒問題 然後高樓層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景觀 哇 漂亮 真的耶 看出去幾乎都沒有遮蔽 可以看到龜山那邊的山 而且你看他這個 也非常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泡茶 喝咖啡 都不是問題了 哇 這陽台一定是豪宅規格 豪宅規格 欸 看一下這個 面寬超級大的 喔 而且氣密窗 感覺用得還不錯喔 欸 你窗外的景色景觀 就完全看不到 我當時買這個房子 就是為了這面景 這樣子看我沒有覺得特別暗欸 還是你更沒貼 其實太陽照下來的話 你到時候你去摸你的地板 或摸你的家具 應該是沒有溫度的 它會比較涼 那本來如果照下來 這個地方會 地板會溫溫的啊 溫熱熱的 木頭就是很怕曬 曬了以後這個可能會變形 或退色 這個烤漆的面板 如果說長期這樣曬 因為陽光是從這邊曬過來 所以我只要坐在這邊 我更沒辦法看電視 感覺就是變成那種茶色玻璃 有沒有 有豪宅的感覺 喔 然後這邊如果你隔一個嘉一房 欸 它連嘉一房都是主臥室規格欸 超大的 嘉一房這麼大圈 哇 喔 然後一樣 這個嘉一房 它有一個窗 直接 欸 喔 這樣 喔 它氣密窗感覺品質非常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客位的部分長這樣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齁 欸 TOTAL的 配件是用TOTAL的 衛宇也是TOTAL 然後對外窗 對外窗 欸 它這木門 塑鋼板 塑鋼板的木門 欸 地板的顏色做得很不錯喔 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是客房 客房的部分大概是現在一般的 三房房型的赤臥 像我們那個赤臥大概是這樣子 可以講的喔 就是地板 它是用80-80的冠軍 耗光石英磚 我們看一下 欸 這間是 赤臥 赤臥大概就是現在的主臥室那麼大 然後它看出去是一個冷氣的隔障 冷氣放在這邊 在雨遮上面 哇 看一下這個 這這這主臥室 主臥室 主臥室大概是現在很多房子的客廳大廈 超大的 而且它的窗台是270度的環境是不是 這邊你還可以重一點 欸 植栽 然後看出去有沒有 喔 景觀超好的 可以直接看到遠方的拉拉山 有沒有 那下面就是 呃 桃園巨蛋 欸 看一下它的客戶 主臥室的衛浴 主臥室衛浴進來的時候 它有規劃一個更衣室 在這個區域給你 所以你不用在自己額外隔間了 然後直接做櫃子 就可以了 喔 看一下 喔 欸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麼大 哈哈 然後有偷偷的Washlet 免治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個浴缸 它浴缸 它浴缸旁邊又多做一個內凹式的 可以讓你放一些 欸 很貼心啊 這一塊我覺得很好 對 然後它這個已經幫你做起來做毛玻璃啊 對 它這個不知道是貼的還是怎麼 其實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大概也沒人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裡做毛玻璃 有點可惜喔 到時候再自己去想辦法看怎麼弄 它一樣是用豪宅等級 那種飯店等級的排水孔 可以清理比較方便 喔 廚房欸 大廚房 L型的 所以 可能這邊可以做規劃 很多的規劃 這邊進來的時候 可以這邊隔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後陽台 它山基的部分喔 是用豪山的 但是它這用三口爐 豪山的三口爐 看一下後陽台 超級大欸 這個可以放好幾台冰箱了 洗衣機啊 不錯喔 它這邊看出去就是天井 所以這個也不是別人的後陽台 所以還好 沒有啊 隔壁間其實還有一間跟它一模一樣 相反隔絕的 所以隔壁間也可以看 也可以看 那我們去看隔壁間看看 隔壁是在哪 隔壁就在這邊啊 哇 這在旁邊的一層兩戶 這兩戶都有 進來 欸 一模一樣欸 下方 就等於是對稱的格局啊 所以平數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幾乎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間 這就剛剛已經重複了 不用再多做介紹 看出去就是整個歸山的景 超級大的一個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 三間房間的狀態 一樣 那它一樣有對外窗 然後一間客房 那這客房大概就是 我講 大概就是現在的次卧的大小 那這邊是 呃 次卧 大概是現在很多房間的主 主卧室的大小 那看出去這邊是主 往小壞溪的方向看過去 對 這間 它這兩間齁 開的價格一樣 但是 景觀不一樣 景觀不一樣 這間連後面都有併 連後面都有併喔 那我們看一下主卧室 喔 欸 看出去一樣 是整個歸山的整個環境 對 哇 超棒 我們去看一下廁所 主卧室的廁所 剛剛那個是有景觀的喔 但是它把它貼成毛玻璃 這裡一樣有一塊可以做 嗯 這個 更衣室 它一樣是做毛玻璃 啊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麼高樓層應該 理論上是不用怕 一樣是配Total的Washlet 全部標黑 王老師說後陽台有的看 是不是 看一下 欸 廚房就一模一樣了 一樣是豪山的三機 三機是豪山 但是後陽台 喔 這陽台是後陽台的太大了 因為它這個 格柵都做好 所以它看出去直接是巨蛋 而且是整個桃園市中心 對 好不好 都是高樓大廈林立的 喔 王老師 這怎麼那麼巧 隔壁剛好兩間鄰居要一起買 欸 他們是修酒買修酒賣 是 是 是同一個人嗎 同一個人喔 喔 買來沒有住 這個德友巨蛋已經有一段時間 大概幾年的房子 八年 八年的房子 喔 所以說就是這個屋主 他可能買下來放了一段時間 現在想說要來資產活化 對 有時候 我們買到這種房子 人家都已經入住了 你要住進來也不容易了 可遇不可求 那 有些人買來它是資產配置 現在就是把它當成這個 資產活化 把它拿出來賣 那這個房子兩間看起來 坪數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都幾坪 一間88 一間89 喔 都快90坪的大小了 那它扣掉車位 車位 車位的話 21坪 有兩個 有兩個 所以各兩個車位 哇 各兩個車位 所以它是三房 等於三加一房 三加一房 再加上兩個車位 兩個車位 四房加兩車位 大概是這樣 算是一個正常 一個家庭在住的 這兩間 就是景觀 三個別不一樣 大家自己去看 你喜歡看面市中心的 或者是面虎頭山的 看你自己 那我們就來公佈一下 這一間房子的價格 兩間 屏數差不多 但價格 價格都一樣 屏數一樣 價格一樣 兩間都是開2388 2388 所以這樣子開下來的話 一坪大概多少錢 剛好看算 如果車位我們用180去算 一坪大概30萬 一坪30萬 大概也算是行情內 因為得有的房子 在我們桃園都不算便宜了 然後他又是在這個 靠近比較東區這一邊 其實這邊的生活 機能可能普通 但是環境很好 那他到桃園火車站 只要用走路幾分鐘就到 我家是住這附近 所以我很熟這一區 旁邊就有 這個台北科大 北科大的桃園分校 旁邊有這個體育館 巨蛋 然後還有葡頭山 還有這個所謂 三民運動公園 實在太棒 這區等於你要自住的部分 或退休 這個地方非常適中 而且他的樓層夠高 看出去的景觀 也是無限動去 無敵景觀 所以如果說 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少量釋出了 一次釋出兩戶 少量釋出一次就釋出兩戶 可以跟王老師聯絡 下面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這附近的居民 有需要這個可以分享的 不是有需要 是可以分享的 有需要做這個隔熱的 可以看下面的表單 Google表單 阿澤目前提供非常優惠的價錢 那你要分享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那如果說你要脫色的 也歡迎找王老師 王老師的聯絡方式在這裡 我們其他更多人來一起支持 真心化文化錢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放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常年關閉 智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瓦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泡電 那一般廚師機都比較大台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沒關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